10月30號晚上11點多 李先生跑到了 月清市旦夕派出所報警 說自己11歲的女兒找不到了 民警經過三個小時的搜尋 終於在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 找到了女孩子 女孩子究竟在哪 我們一起來看 在這裡呢 小孩 小朋友 女孩竟然躲在一個公廁裡 民警到達的時候 已經是凌晨3點左右了 公廁裡一片漆黑 小朋友 醒醒 小朋友 早點 快點 醒醒 您是小朋友 醒醒 小朋友 我是警察 警察叔叔都來了 快點 快出來 沒那個大名的 大名快 不罵你 不罵你 出來吧 聽話 聽話 女孩聽到不罵你這句話後 打開了廁所隔間的門 走了出來 那麼女孩為什麼會生根半夜 不回家睡覺 反而要睡在廁所裡呢 據了解10月29日晚 李先生因教育問題 跟孩子起了衝突 第二天 李先生夫妻倆正常散疤 等李先生發現孩子不見時 已經是10月30日晚上9點多 算算時間 孩子已經不見了 將近24個小時 李先生立馬出去尋找 但直到晚上11點多 依舊不見孩子的蹤影 慌亂中 李先生趕緊報了警 我們接近後 繽紛三路開始尋找女孩蹤影 由於孩子是在村裡 四通八達的巷道內穿梭 監控比較難跟蹤 我們實地搜尋周邊範圍內 能夠留宿的居民住宅和角落 經過調查 確定女孩離家出走的時間 是10月30日中午12點 根據這個時間點 月清警方展開有序排摸 終於在凌晨3點左右 輔警張靜有了發現 通過女孩最終出現的地點 判斷孩子極有可能 進了一個公廁 民警趕到現場後 發現女孩果然是在公廁裡 而且已經睡著了 回去不要罵 不要說她了 感謝了 感謝 沒事 沒事 孩子被安全找到 民警叮嘱孩子父母 以後要注意教育方式 不要隨意責罵孩子 有問題要好好坐下來溝通 多些耐心 聽聽孩子的想法 這樣才能有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 記者段一應編輯報導